这盘棋讲解的是一路向北 许云川征战向甲 第二战我们看一下 红方是金松 黑方是许云川 开局是飞向最进足 许云川年轻时候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现在这种棋走的人就比较少了 因为它容易被利用 我们看一下 红方阻底跑 黑方只得先飞向 然后跳马 红方迅速出局牵住了黑方 然后黑方上边马 这儿红方又迁入黑方 所以黑方只能浸泡 把局牵封住再说 接下来红方就冲兵 它的目的是让你吃掉 如果你敢吃的话 它就打你的马 这样的话就让你拘炮无根 然后把你杀回头 到这儿它有一招飞向 因为你这个拘炮没跟 你肯定要躲 它这边就冲兵 这样它的马就活跃了 所以这个棋 将来红方自己灵活 明显是占优 那黑方肯定是不肯 黑方这个时候呢 它选择上马 红方抢先手冲过来 黑方只得向掉 红方先挺兵 然后进局要捉你 那这个棋就是骗你 如果你还要封局的话 它这炮打出来 威胁你的中度 可见这个棋啊 红方就会靠多兵 慢慢去围城 黑方这个棋啊 两个局炮被遣住 这个马还没有位置 另外一个马也是尴尬 所以这个阵型啊 不舒服 那么到这以后 黑方决定啊 选择拼炮 简单交换 双方换掉以后 再调形过来 那这个构思却是漂亮 红方这时候也走出一招 天外飞仙 静松确实厉害啊 这招棋的意思就是 我炮打你向 还有欺负你 无根拘炮 那这棋可以说 欺人太甚啊 许云川架起了中炮 威胁对方 对方一看 我先不可视再说 黑方呢 到这儿 如果简单换的话 那这个棋啊 对完之后 老将一出这边吃吃炮 所以你还得再躲 这样他的马就活了 而你的马还不活了 所以呢 这个棋没跟上啊 正常的话 你现在不走 他要吃你向 所以你上马来不及 只能先落向 这儿 红方炮三平五 使徒写中路 现在黑方就上马去保 看似也是无可厚非 其实呢 这招棋啊 有点过于呆板 黑方此时有更精妙的手段 可以聚八进三 那同样去看中足 聚八进三 为什么就比上马好呢 我上马不是还可以看住边足吗 防止边跑突袭啊 实则呢 这个棋啊 上马只是单纯的防守 而掌局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给你打边足 你也不敢打呀 因为我现在炮打你的马 那你最好的棋是打一枪 我就给你换掉 换完之后你一吃 我这边再上马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就摆脱了牵制 随时可以威胁中路 对方如果看的话 其实呢 可以走局三进一 随时呢 对足火马 威胁对方 这样的话 黑方这个形式是不错的 红方如果继续纠缠的话 黑方可以选择上马 那么作为这样棋 不管你是炮打还是上马踩 他都可以有一招啊 将来回马 给你做一个交换 那么这里啊 你要是不走 就要踩你中兵 即便你走了 他这边也可以蹬进去 他那炮可以打掉你 所以这路棋 黑方根本不怕 那么临场的话 黑方这个棋 选择招法是马二进三 那这样的话 红方就马七进八 这边还要利用你的炮 这边还要切剑来威胁你 黑方的心生一进 你退为进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这以后 你要踩我就打过来 那么对方看似好像进去可以吃马 那这个棋 红方看着厉害 但是黑方这个马 可能会回来踩鞠 也可能会踩进去 现在破相 所以对方也是没有把握 临场选择了马八进九 较为稳妥的方式 这儿黑方也就吃掉 红方到这里直观抢兵 黑方现在担心人家过来吃 赶紧把鞠封住 这儿的话直接挡 那这里肯定要捕食 然后呢 这个鞠再拿出来 那从这里来看的话 刚才就应该直接 举二进武器和抓 比较积极 那现在走到这儿以后呀 黑方就看住 就是不让你鞠过来 那红方掌鞠也不让你吃兵 黑方就退回要吃炮 这儿红方因为多兵 他慢慢去围城 黑方的话现在退回要消这个兵 红方坐不住了 赶快进居 准备胁迫 黑方的马 黑方一打 红方一吃 黑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你一踩 他一吃抓着炮 将来还要杀过来杀相 可以说这个气很痛苦 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选择赶快对居 减轻压力 那么红方选择接受 双方交换了之后 看似局面归于平稳了 其实呢 这个气呀 还是红方有力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虽然只是多一个兵 关键是他把马给你制住了 你这个马上不去啊 吃兵还不敢吃 踩霜 所以这里眼看吃霜 赶快逃 这样的话 红方就开始围城了 黑方这个气痛苦呀 想对足对不了 因为下部气 这兵过来就要白吃你的足 你非要对的话破你个像 所以呢 这肯定不甘心 出来 然后呢 这个气赶快去打 这儿的话 对方就退 黑方赶紧腾出手来去对 对完之后呢 上马就是一蹬 这个马再退回也就显得憋屈 肯定不肯啊 就上 这一上的话 就把像给破了 破完像之后呀 将来还破另外一个像 非常厉害了 到这儿 先把你赶走 要打边足 当然上马看住不让打 平兵要威胁你 如果此时你落像 这炮我会一退 这马炮兵就开始追杀了 所以这个气很厉害啊 黑方只得选择先气后去 给你吃个像 把你兵打死 不掉红方 这里有个妙手就是 平兵你不敢吃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吃掉 他退炮 踩着你炮 你炮一走 这儿一将 那么这里够不到炮 但是可以双将把马吃掉 所以这样的话 那气就必败无疑了 所以临场的话 这个气是不能吃的 那么既然如此 到这儿 黑方赶紧直势 红方的攻势非常强大 在这时候可以选择 继续贯彻退炮 因为退炮之后 他这里有一个平炮过来 很厉害啊 将来就强行要破势 所以一旦 这个气把势破掉 马破冰 应该来说就是一个声势 但是呢 这个时候 红方并没有想到 快速突破的方法 而是进兵 这里过于悠险 黑方赶紧进脑降 进行一个调行 那么此时红方再退炮 到这儿也就晚了 现在黑方已经守住了 红方呢 继续还想纠缠 那么这个气 黑方就顶住 这儿红方固然是占优 但是这个节奏就慢了 那现在这个气平兵 准备威胁 平炮 正常的话就可以考虑啊 平兵拱他 你上左边将我进去 上右边我可以飞向 然后把这向调行 这个小足就威胁不到向 那么继续围成 还是红方占优 只不过这个速度 跟之前比就慢了很多 因为黑方老将已经安稳了 到这儿红方呢 急于往里冲 黑方也就上 这儿就会形成反击之势 那么这里啊 平兵 这儿就过足了 现在这个气啊 黑方盯着向 红方到这里啊 因为两个向被盯住 只要金炮也卡向眼 他就要丢向 一旦你丢向 双方形成乱战了 那这气你还不一定怎么样啊 所以到这儿 对方知识 这里还是啊 点进去 可能忽略了几条气 但是他也没办法 守不住呀 所以呢 这个冰柜神速呀 关键时候不能守缓 本来是有机会赢的 结果到这儿的话 人家破着向 人家只有飞向 然后他出老将 那这个意思就在于 不给对方啊 这样一个将军 脱胜机会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儿的话就回马 现在这个气啊 对方赶快选择让开 因为踩着兵呀 但是你刚一走之后 他有一个巧手 给你对炮 所以在这样一个 多双向的局面下 从一开始大忧胜势 到后来的这个气 走的啊 直接把炮给换掉了 没瞬间没齐了啊 所以说尽松大意了 许人川祭祀可以说是 被人杀了 是一路向北逃跑啊 差点是守不住了 最后一个妙手啊 对贺 确实经典 说真的很便宜 谢谢观看